OK 做这个第一个部分 拿总交通句 OK 一照写好了之后 就用那个 什么发给老师 用那个 myviewboard的老师 已经放在那个 incord message那边了 click进去 填好了 马上拍照发给老师 就拍那个部分而已 好了 好了 同学 raise your hand 一二三 谁跑得最快 谁跑得最慢 然后你好 好的你就先发给老师 老师只要几个同学 到答案罢了 看期望你发给老师 用那个myviewboard 给老师 有问题吗 回音音你好了你发给老师啊 你好了吗 OK我收到一个同学了 这是蔡晓冰同学的 OK这个是小冰的 OK我们来看小冰的答案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 蓝子峰的 还有一个就是Chunky1的 这个来大家看小冰的答案对不对啊 这是蓝子峰的 蓝子峰你发什么给我 蓝子峰 这么酱的 这个是Chunky1的 OK我们去看这两个同学的答案 他问哦 他讲哪种交通工具能最快到达目的地 以数字1至4顺序排列 所以你觉得这是小冰的答案 那么这个谁最快 他讲最快抵达目的地 最快的话 哪一个 小冰的答案 你们赞同吗 你们赞同吗 同意吗 同意哦 OK 好同意你就讲同意啊 好小冰讲排第二的是R 这个是R排第二 对吗 过后是汽车先到 过后呢 是摩托先到 最后呢就是骑脚踏车的 所以他的答案是对的 一二三四 OK 好 现在我们看 Chunky1的啊 OK我们看Chunky1的 他讲自行车 他不是叫你写自行车 他叫你写什么啊 以数字一到四 所以呢 这个你要写 OK 第几名 不是谁 最先抵达的 OK 他叫你写数字 他给了你这些交通工具的名字 叫PQRS 这个同学要去改正一下 没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去看 等一下 等一下 OK我们去回这一页 好 来 我叫名字啊 你就读这个啊 我一看你来读 读那个速度是物体移动的快慢 读这个部分 速度是物体移动的快慢程序 程度 在活动一中 我们根据物体在固定的时间内 所移动的距离来 比较物体移动的速度 在活动二中 我们则根据物体的相同距离所需的时间来 比较物体的移动速度 OK 所以他在这里有提到 记得啊 速度是物体移动的快慢程序 在活动一中就是这个活动 OK我们根据物体固定的时间 第一个活动 我们是固定它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我们固定时间 诶对不起 诶 第一个我们是固定时间 这个啊 然后我们去比较 OK 第二个活动呢 我们是固定 第二个活动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固定距离 然后我们测量时间 所以我们有两个可以固定的东西 我们可以固定时间 然后我们去量距离 或者是我们固定距离 我们去量时间 OK 好 然后现在我们要读的就是速度的单位 我们要读单位 OK 在短片里面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进去看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 OK 现在我们去看 单位 就是你的课本里面的 有吗 第112页 翻112页 谁要读 我们依据物体 谁要读 来 有人要读吗 没有人要读啊 自愿要读的 OK 小斌 我们依据物体所移动的距离和时间 来选择 适当的速度移动的距离 以公里为单位 而时间则以小时为单位时 我们就会用公里 用公里小时 用公里小时 KM和S 以及厘米 厘米秒 CM CM 也是常用的速度的单位 试说出以下 试说出以下情况 适合用哪种速度的单位 OK 好 这边 老师把它拿出来 这部分 OK 我们根据物体移动的距离和时间来选择适当的速度单位 所以我们用到的速度单位 OK 当某个物体移动距离的距离以公里为单位 就是说他从这边 OK 比如说他的家在这里 这是他的家 OK 这是他的家 OK 这是学校 这是学校 好吗 那么这边到这边呢 他用比如说3KM KM也就是我们讲的公里 如果他用KM来测量这个距离的话 OK 而时间则以小时为单位 比如说我们讲说 OK KM从这里 从他的家里面走入去到学校 他用的那个时间是 比如说 一个小时 我这边用我用小时 一个小时 OK 他用一个小时 懂吗 然后呢 所以这边他是用小时 等一下老师把它擦掉写过吧 OK 我这里我用的是用小时 那么 单位我用KM 我用小时 那么我的速度的单位就是 公里小时 这个符号呢 这个符号呢 是代表 除 OK 也就是 一个公里里面 每小时里面 他花多少时间 这边是公里 这边是KM 这边是J J就是JUM JUM呢 在国语里面 就是叫做小时 也就是 每小时 OK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也就是我们讲的 KM小时呢 就是我们讲的 OK 查掉 OK 比如说你在学校 你从你的家 你的那个座位 OK 你从你的座位呢 你去到你朋友的座位 OK 那么我可以用公里吗 公里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比较远的距离 我们用公里 比较靠近的距离 我们可能用 米 看到吗 OK 有些他是用米跟秒来计算 像这个 OK 他讲有些用米和秒 OK 好像这个 我们从刚才讲的 我们从伊波 去到Kuala Lumpur 很远 很远 我们用公里 OK 那么像你在家里 你家的厨房 OK 你在你家的厨房 这里是你家的厨房 你在你家的厨房呢 你去到你家的 你去到那个 OK 比如说厕所 我用厕所啦 OK 你从厕所 去到你的 OK 你的睡房 比如说你的房间 你去到你的房间 那么请问你可以用公里来量吗 可以用这个公里来量吗 可以吗 有那么远吗 你家的距离吗 可不可以 刚才已经不可以 OK 那么不可以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什么 我们可以用米 两米啊 三米啊 然后你去到你家的房间 从厕所去到房间 你需要 你需要什么吗 你需要几个小时啊 从厕所去到房间 需要吗 需要几个小时吗 需要多久 告诉老师 从厕所去到房间要多久 用什么来量 老师你给我多少 然后我就 用秒 对不对 或者是用分钟 分钟也太远了 老师我们用秒 三 二十秒就可以从厕所走到房间了 如果很靠近的话 可能你的房间在楼上 你的厕所在下面 你要从下面的厕所 跑上你的那个楼上的房间 可能你要花的时间 可能是OK 二十秒 三十秒 OK 那么时候我们就用秒 所以那时候呢 你用秒和米来测量时间的时候呢 OK 我们的速度的单位 我们就用米跟秒 可是 你去那个什么的时候 你从那个新邦读量 去到十人半 你可以用秒来量吗 老师我花了多少秒 去到十人半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不可以 只是很难量 太大了那个数目 所以我们每次用多少 老师我爸爸驾车很快的 从那个新邦读量去到十人半哦 不用一个小时啊 这样是不是我们是用小时来说 对吗 所以我们的速度的单位呢 我们是根据 根据我们量的 用的时间的单位 用的距离的单位来量 OK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用的就是比米更小的是谁啊 里 里米 OK 比米更小的就是里米 那么呢 我们最小的时间单位就是用秒 OK 这就是 我们的 速度的单位 来 大家讲一次 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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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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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km per jam 再来一次,公里每小时 公里每小时 不要发梦啊,把你的麦打开,然后读大大熊 再来一次,公里每小时 公里每小时 km per jam km per jam 你每小时 OK,你每秒 km per jam 有点慢啊,再来一次,来 老实讲123开始 你每秒 每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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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per second 你看,这边是meter per saat meter per saat sat,所以里面就是秒 这里,厘米 每一秒 你们反应快一点 不要老实讲了很久才来读 OK,厘米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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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子阿老师把那个短片放进去 等一下老师开那个短片一下 没有关系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杨老师的教育 好 同学们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天 第一项我们读的 物体移动快慢程度 什么是速度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了 来 大讲一次 什么是速度 物体移动快慢程度 什么是速度 物体移动快慢程度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组的 听这个老师讲 你一秒这个 知道吗 公里小时 这个用在比较远的距离 行驶中的火车我们用公里小时 那么米和秒 有没有 米和秒呢 我们就用在100米赛跑的时候 这个是用100米 所以用米 然后每秒 懂吗 然后再前一点就是这个蜗牛 这个蜗牛 蜗牛爬慢不慢啊 慢 很久很久才爬到1cm对不对 对吗 我们可以用米来量嘛 要很慢 你要等它一米很久 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来量它的距离 看到里面吗 它用什么来量它的距离 它用这个 厘米 啊 它用厘米来量它的距离 啊 它用厘米来量它的距离 所以像这种情形 所以速度的单位呢 是根据我们的活动更改的 你看啊 这个第三的是我们迟一点我们会读的 OK 现在继续拿回刚才你们的那个练习 OK 刚才那一个练习这个 嗯 这个练习 OK 完成下面这个部分啊 现在做 OK 完成这个部分 对不起 这个部分现在做 那我们大家一起做 这个部分啊 OK 好 根据以上竞赛填一填速度是什么 随会你讲 老师写 来 主要回答 什么是速度 速度是速度是动物体 动物体快慢程度 移动的 是什么 快慢程度 快慢程度 OK 可以把答案写下去啊 等一下啊 好 先下去 所有正在移动的物体都有什么 在动的物体就有什么 只要它动它就有 速度 速度非常好 OK 你讲老师写速度 好 等一下去 现在就知道我们读的 这个是不是单位 这个单位叫什么 读给老师听一次 这个 这个叫什么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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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CM EM M M S CM CM 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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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就很简单罢了 把它配CM plus S CM在华语里面是什么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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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是什么 你就把它画先 可以吗 OK 在这三个活动中 第一个活动是什么 可以念给老师听吗 第一个活动 这个 所以可以念 移动中的蚂蚁 第二个呢 塞胖 第三个呢 在塞胖的蚂蚁 在塞胖的蚂蚁 所以你觉得 移动中的蚂蚁 塞跑在飞行中的飞机 哪一个 OK 哪一个我们是需要用到 OK 厘米秒的比较适合的 用厘米和秒来算的 移动中的蚂蚁 移动中的蚂蚁 非常好 所以就把它画先下去 移动中的蚂蚁 你会吗 OK 你现在用一分钟的 一秒钟的时间画 画了之后呢 然后直接 那个直接就送给老师了 那个买muleboard 快快快快快快 我安排完给老师 一分钟时间了 行 行 假装 行 行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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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还有谁啊 国医汉 我们看这两个同学了 这是财消病的 这是国医汉的 OK 对吗 好的答案 CM厘米 刚刚我们讲了对不对 这个是对的 OK 那个CM厘米 是米 每秒 对吗 这个CM厘米 对 对吗 小冰的答案是赛跑 你认同吗 你同意吗 我同意 OK 好 然后 子风 KM per jump 是公里小时 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同意啊 球件好 公里小时 用来测量飞行的飞机 同意吗 同意哦 OK 然后这个答案也对 非常好 Congrats OK 然后现在我们接下去看下面的 啊 这个 我们口头上面 你讲老师打 什么什么和什么 都是速度的单位 什么和什么都是速度的单位 刚刚我们读的速度单位 有多少个啊 第一个是什么 上面有的给你抄的是什么 CM per saad CM per saad 或者是 你可以写 厘米 对不起 你可以写厘米 然后 秒 对吗 懂吗 这个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谁能够告诉老师 李正浩 你可以答吗 李正浩 还有什么 李正浩 你讲老师答正浩 李米 小秒 还有什么 李正浩 啊 正浩再来一次 公里小时 公里小时 以国语叫什么 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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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来的 雀是什么 虽然能够帮他告诉老师 kilometer per jam kilometer per jam km per jam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谁要答 有人要答吗 就是志愿要答的吗 有没有志愿要答的 Devishui meter per jam Chankywan答了 Devishui你要答吗 Devishui 还有一个是什么 中学已经讲了 meter per jam Yes meter per jam 然后下面的 不同的移动什么和什么 会以不同的速度单位来表示 这个你们自己写啊 M汽车行驶的速度是60km每小时 表示M汽车每小时 看到吗 60km每小时 所以他每个小时行驶多少km 这个读 60km每小时 所以每一小时他行驶多少km 所以能够告诉老师 60对了 OK 这个叫做 所以这个就叫做 单位 60km 就是他每一个小时走60km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说每一个小时走60km 好像他前面之前我们老师给你看的像这个 OK 像这个啊 他讲啊 30km一小时 其实每一个小时你只能够跑30km OK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你完成它 那个那个下面那个还有一题的练习 那么有什么问题吗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时间到了 OK 没有 没有 好 那个不高YPPT讲 谢谢然后 没有 然后跟老师讲谢谢 可以下课了 去上其他的课了 来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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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见 再见 老师要上课了 OK 老师再见 再见